各位,剛才我在科學友譜時 我跟大家講過 魯魚想跟大家做一段影片 就是將美國紐約市 只是紐約市,沒有做美國其他定科的地鐵 的比較 要給大家看一個大一點的反差 所以在網上找了一些 紐約市最漂亮的地鐵站 以及認為是最差的地鐵站 同一個城市,兩種地鐵站都存在 現在先給大家看一些漂亮的地鐵站 因為是下載的影片 本來是十多分鐘長的 每一條影片 我會切一些給大家看 將他的影片的連接在描述 大家有興趣的確可以看完全套 先先看漂亮的影片的地方 大家現在看到這個畫面 一個非常寬敞的進口 原來這是紐約第一個 在地鐵站周圍有商場的 我現在才知道 其實在亞洲很多國家 這件事已經很多年了 是不是 現在那兩個主持人帶大家看 另一個 同一個車站的出口 天花真是很漂亮 這個車站的造價是1.3 billion 即是說是13億美元 不佔很漂亮 是不是 兩位主持人進了集之後 就跟大家看 他那個地鐵站裡面 那些牆壁上面 第一個現在看到的 就是他一個 用這些鐵花 弄出來的 就是他們那個國家的 獨立宣言 另外一個地方 大家會看到 有很多非常美麗的 砌圖等等 電視頻 盡渡 所以 我們先看 讓我們更新的 他的稿這個 這次 零 後 就是 那是 我 是 那是 第2位主持人会带大家看纽约最差的地铁站 第1个站是Champers Street,在台人街附近 第1个站是Champers Street,近纽约市的台人街 这个站本来是近市政公司,所以建筑挺好的 进入里面之后,大家可以看到有烂的屋顶随时会塌下来等等 第2位主持人,由车站搭到第2个站,叫Bowbrie车站 第2位主持人,由车站搭到第2个站 主要是看老鬼,看看他们看到有什么东西 介绍了这位主持人 应该是他们以为是最肉酸的 就是第191车站 我用了第二个网上的YouTuber的视频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站 我不会让大家看整条片 我会剪掉给大家 不容易跳过去 为了不用花太多时间 我将这个视频加速 加了两倍速度 希望可以尽快给大家看到的东西 我也会把主持人的声音收下 感谢观看 这条长廊没有给大家看完 现在主持人来到车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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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